乌日焚化炉回馈金每年约有8200多万 过去都是直接补助在跟着水费征收的垃圾处理清洁费 不过因为民众抱怨没实际领到回馈金 而且每户用水量不同 却其一补助并不公平 经过争取从今年开始 只要涉及乌日满三年 每个人都可以领取每年300元的现金 预估有7万多名乌日民众受贿 从2021年元旦开始计算 乌日区的民众只要涉及满三年 每个人都可以领取300元的回馈金 这笔钱原本是用在随水费征收垃圾处理清洁费 经16里里长决议通过 改成补助每人每年300元水电费 现金直接汇入户头 因为我们有很多乡亲一直在反映说 没有实质得到感受到那个回馈 所以说经过我们乌日区 16个里的里长讨论 我们金人改采用花放 补助每个乡亲 一个人300块的垃圾处理会 还有水费 乌日焚化炉回馈金每年约有8200多万 其中有2500万的清洁费回馈金 原本是博给台中市环保局 现在直接变成现金给民众 地方是乐观其成 焚化炉回馈金都受清洁费 要发给国民每个人一年300块 这是对中国每一个里面的态度感觉 因为我们回馈金要让你们的感觉会对 我们这样回馈有意义 出国乌日区有7万多人 可以领取这笔现金回馈金 李林长协助发放申请书 3月开始受理申请 预计5、6月间就能领到补助款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